一整櫃的泡麵 每次只要泡麵有附中超大的配料 我都會覺得CP值很高 這個好好吃喔 阿里口味的 太重選了 7樓是辦理入住的樓層 首先拿出我的霹靂會員卡 各位 我們VIP室直接給它選起來 接著我們就可以依據單子給的房號 去尋找包廂的位置 還會附上一張感應門卡 我感覺來這裡真的很像入住 自行Check-in的旅館住宿 好的 各位 剛經過了一番長途跋涉 我們終於進來這個網咖了 第一件事情 剛消耗了不少體力 我來看看點一些東西來吃 我剛在外面研究了很久 然後問了幾個人 他們都不知道怎麼用電腦的餐 所以我決定先買他們的泡麵來吃 先帶個一千塊去買 一整櫃的泡麵 這飯應該還蠻好吃的 這個已經吃了 好像他們也都會吃這個 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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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太夠 有飯耶 還有一個咖哩 我們先買這一些 先敬各位一杯 我最愛的氣泡科比斯 好喝 接著我們來泡泡麵吧 每次只要泡麵有附動超大的配料 我都會覺得CP值很高 上面柴魚的醬也是必舔的 他們這邊旁邊還有提供托牌 超專業的 現在開泡第四碗 我好喝喔 我看起來要滑 我一口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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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喔 我一口飽 我們會吃 我一口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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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吃喔 這一款裡面有小蝦的 它很像那個 統一肉上面裡面那個 肉燥的味道 應該是蛋吧 好可愛 這一碗我不小心在泡的時候 把乾拌醬加下去了 所以味道有點跑掉 它的日式醬油醬 其實偏酸酸甜甜的那種 我們吃吃看這個飯 應該是那個茶泡飯的那種感覺 還不錯耶 這些飯還蠻Q的 先來吃這個好了 麵不要泡太久 它寫1.5倍特濃 這個好好吃喔 臀骨的香氣 還有大蒜的味道 外面 算是蠻有口感的 它有加一點芝麻 所以攪麵的時候如果攪到就會蠻香的 這一碗推 它這個茶泡飯裡面 它有一些是麵條 不過我覺得這個味道就蠻普通的 它有大量的澱粉 我們來適合潛飽肚子 它是這個咖哩口味的 它這個咖哩的味道好像似乘相似耶 它有加這個炸麵包酥 增加口感 增加口感 有點太重血了 我有吃它麻鈴薯耶 看起來好像蕎麥麵 麵條不好吃耶 還是因為我泡太久了 不過它上面這塊餅 有驚豔到我耶 它的味道吃起來是蝦餅 口感入口即化 所以這碗麵增添了不少色彩 滿滿的蝦味 但它有超多蝦的 好那我們現在暫時吃飽了 先帶大家去飯後散步 逛一下這邊 這邊看一下你能不能洗澡 走 超多漫畫 看看我身後數量爆炸的書牆 就可以知道這裡的漫畫 真的超齊全的 我選了晉級的巨人 各位準備好獻出你們的心臟吧 馬鹿 這邊還有提供電器 文具 巨用品 跟毛毯 拿了漫畫跟毯子 我們先去洗澡好了 你知道為什麼我穿這樣嗎 今天買了要拍照 但是因為太冷了 所以我就套了一件褲子 2024最潮穿搭 走囉我們現在洗澡去 這邊男女淋浴的樓層是分開的 梳妝洗手台有三個 洗澡間三間 洗完了 通體舒暢 現在呢 來敷個臉 那我剩下最後一天命的 大家冬天來日本的時候 記得要多保濕 我這次來直接大脫皮 現在來鋪一個我的小窩 現在來寫 要送給大家的入眠卡 雖然這次來不及在日本寄出 但是 是在日本寫的 是在日本寫的 這次比斷水了 比興 我愛你 這邊真的還蠻舒服的 出來玩的時候住宿真的非常的重要 我又餓了 我又餓了 所以我決定現在帶你們去吃 我這次來日本最愛吃的 走 到底是胃比較大還是愛比較大 嗯 這個手套超好用的 熱活式連整 我們知道很遜的會被關在哪裡嗎 我們知道很遜的會被關在哪裡嗎 真遜是 因為他真的很遜 就是你 出門 有多好用的 一起去吃好料啦 那種 都有超多台販賣機 我們去吃好料啦 面有超多台販賣集的 黑夜裡的一道光 我們米飯一定要點特大碗的 等餐點製作的時候我都會先來一杯他們的玄米茶 我今天點了一份咖哩蛋包飯定食 跟麻婆牛丼定食 首先呢我們加點的起司直接all in咖哩 起司配上半熟蛋根本就是完美 來跟大家分享我這一次來日本之後才發現的小故事 自從我哥年底先回台灣跨年之後 我一個人待在日本經常不知道要吃什麼就會去吃定食 一直到有一天我走進了一家全是南客人的炸豬排店 後來日本朋友告訴我之後才知道 日本的女生好像不太會自己一個人去吃飯 不過後來我還是照吃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而且我一次點兩份定食經常不小心就嚇到店員 他們都會問我說等一下還會有人來嗎 或是這是你一個人要吃的嗎 嗯 哪裡 好那我們吃完呢 我們吃完天就亮了 回來的時候發現雙起零機開放使用了 回來的時候發現雙起零機開放使用了 我差不多要準備去搭飛機了 我差不多要準備去搭飛機了 大家知道紙飛機遇到什麼情況會墜落嗎 會墜落嗎 因為這隻飛機碰到玉女才能 因為這隻飛機碰到玉女才能 終究會墜落 雙起零很濃郁很好吃 我們先去趕路吧 安安各位 我在去往機場的路上 先搭錯了地鐵 後來又跑錯了航廈 我搭窗去Check in 結果我沒有趕上我要搭的那班飛機 所以我決定一定要在機場住一個晚上 好我回到台灣啦 那天沒有趕上飛機 直接在機場住了一個晚上 算是蠻特別的體驗 我現在來總結一下日本的網咖 我覺得整體來講 生活機能算是還不錯的 可以洗澡飲料多元 還有各式泡麵跟毯子 還可以看漫畫 但整體比較起來的話 我還是比較喜歡台灣的網咖 因為現煮的三蛋麵 是無法被取代的 那這一次錄下來我也發現到 早上的時候真的有蠻多日本的上班族 是直接從網咖出發去工作的 今天這部日本網咖過一宿的影片就到這邊啊 非常感謝大家今天的觀看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喜歡的話可以再幫我按讚訂閱跟分享喔 好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喜歡這個油脂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喔 你有發現其他更具報復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秀吧 點擊下方觀看更多有趣內容 有趣內容 真的可以聽到喔 你好 有趣內容 感恩